做自自由的模型听C告为您分享 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玩分享 本期我各位带来的是由高高翻模再版的MG卡版新安州 这款模型目前的群价是在128元 说句实在话 大巴胺的原始新安州才130元 整体来说高高的材质肯定是没有大巴胺的好 但是大巴胺原始新安州的致命问题 就是目前这一次P4的原始新安州的关节真的是比较软 但是这一次高高新安州的关节紧实度还非常好 所以这个到底算不算误不开啊 至于之前的那个知人机 知人翼的改件啊 各位就不要再问了 上一次当我知道高高新安州不再版的时候 我就给直接卖了 谁知道他这一次又再版了 那么说回到这款模型 整体的组合度虽然说偏紧 但是我个人认为还算是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肯定能拼 而且啊 我也是一个纯一道流二道流的玩家 所以这玩意儿呢 能拼是肯定能拼 但是制作完以后的效果呢 肯定不能算是太好 还需要各位玩家自己去解决 记得之前开核的时候 我说过这一款的新安州的贴纸 提供的是比较弹腾的 本来啊 我是选择用水贴的 但是长条型的水贴 加上不规则的平面 真的是很难提 最后还是选择了铝箔贴纸 拼完以后的效果 哎还算可以 那么剩下的时间呢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一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 到底如何 作为大型的RMG机体 新安州整体的高度 还是非常非常够用的 比正常的18米机设的高达呢 就稍微的高上了很多很多 甚至磅深的都有了 加上头顶是有天线的 所以说啊 最后呢 还是要比原始新安州 高上那么一点点的 而且就当前这个把持力度 各位也可以看到 原始新安州 真的是挺软的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 与原始新安州的双眼设计不同 新安州呢 为独眼设计 但是拼完以后 这个面积啊 对于眼睛的干涉还是挺大的 基本上看什么 看不到眼睛 不知道万代 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这款模型的眼睛呢 是可以转动的 但是需要手动进行操作 而且没有任何的脸动 头部天线比较松 建议各位 稍微的用胶水进行架构 整个头部的活动性啊 其实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干涉 而且啊 整体的活动手感也很紧实 胸部设计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大量的金色文章 确实为这款模型增色了不少 目前啊 就是粘贴贴纸的样子了 嫌麻烦的朋友呢 也可以直接上贴纸 粘性啊 也是完全够用的 新安州的驾驶舱啊 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但是 这个打开的过程啊 还需要注意一下 不要刮送到旁边的贴纸 不然啊 处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就像我这样 已经是出现白边了 胸部动力管 还有腰部动力管呢 都是用到了弹簧 这也算是这款模型 唯一提供的金属件了 但是高高的这个弹簧 我真是不知道 它是从哪儿捡来的 那么已经生锈了 那整款弹簧 我差点给我拽断了 呃 操入用吧 新安州的背包设计啊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通过一个简易的关节啊 连接能给两个推进器 带来不错的活动性 同时推进器 还可以外拉联动展开 这里我个人建议 直接拉喷口 这里展开 不要上台上下的红色外甲 非常容易发生断裂 背包中间呢 还安装了两个比较大的喷口 下端就是两个 比较长的燃料罐了 但是这个燃料罐 是左右合的结构 加上高高本身 零件的问题呢 有的时候会出现错位 以及一个比较明显的落差 整个胸部的活动性啊 基本上只能够进行左右旋转 弯腰 后仰的幅度 有 但是比较小 而且啊 活动的时候呢 还会对所有的贴纸 进行一个产生的刮蹭 这里呢 在把玩的过程中 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的 因为这一次的标志啊 是提供了刮贴 所以我就没有选到粘贴 而且那个刮贴 我也试了一下的 嗯 不是太好刮 有机会啊 这个肩甲或者说整体呢 实在是看着太素了 肩甲部分的设计 其实也比较简单 上台呢 是没有问题的 下端 还有撞钉的尖刺结构 也是带有一定的活动性 内部还要带有一个连接件 翻出来啊 就可以挂载盾牌了 手臂部分 最有意思的 还是手腕的文章 以及这个隐藏着 光束军刀剑柄的护甲 这两个设计啊 我个人呢 是非常喜欢的 光束军刀剑柄呢 也可以插上 这一次质量特别好的 光束太小战 手臂部分 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手肘了 因为零件精度的问题 这里还是存在着高低差 我个人感觉 打磨一下 应该还能处理一下 手部这一次提供的 依旧是2.0时代的 拼装可动手 这次的手指的握持力 其实还算是够用吧 但是内部的卡榫 不太给力 握持光束不香还行 但是要握持光束战斧 这个前端是比较成的 那么我个人还是建议 给它上一点蓝丁胶 进行加固吧 整条手臂的活动性 还是非常紧实的 即便是在握持一些 比较长或者比较大的武器 其实这个握持力度 还是够用的 但是这个紧 是沉的挺紧的 把玩的过程 还是稍微的用在劲吧 跨部其实也是比较素的 需要水贴的细节 添加才能有一个 比较好的效果 而且前端甲和后端甲 是通过动力管连接 所以在活动性上 会带有一定的限制 侧群甲的下端 还带有一个三个喷口 侧甲整体的活动性 也是依靠一个球形关节 进行连接 也还算可以吧 与原式新安州相比 在结构上 也就是膝盖 以及小腿部层外甲 是有所不同的 骨架基本上是保持力一致 膝盖部分 是通过了贴质补色的效果 我个人认为也是不错的 小腿部分的 镂空细节其实还算好 但是就这个两个镂空细节 有点少 两侧 这个红色装甲 还稍微有点松 建议各位稍微的加固一下 腿后方 还有推进器的盖板 是可以活动的 但是这个部分 对于整个腿部的曲细活动 稍微的有一些干涉 小腿外侧 还可以有活动的推进器 但是这个推进器的 c-in扣 稍微容易拖出 建议各位加固 而且整个推进器的 活动效果 也还是比较紧实的 整个新安州的 腿部可动 一样是非常紧实的 把持力度 也是完全的够用 而且整体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可以的 但是这个曲细幅度 会受到后面的 盖板的干涉 只能达到90度多一点点 脚腕的活动性 也是比较紧的 这个就需要玩家自行调整 那么主体部分 我们就差不多大致看完了 剩下的时间 来看一下武器装备 首先就是光束步枪了 这把枪整体的 还是比较长的 即便是高高的材质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 看上去也比较干净 不知道烹割保护器 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没有人静 这里还带有分体的可动 下面还是可以展开的 这个地方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用来安装反MS 火箭筒的 而且盾牌里边 还有一个榴弹炮 也是可以安装在这里的 但是我手边 现在还真的没有火箭筒了 所以这里 我就不去进行展示了 装备旁边 还剩下了一个盾牌 看了一下 我那个出问题的贴纸 缺的部分 就是全部都在盾牌上了 缺少的这一块 还有下短的这一块 就算狭不掩鱼吧 背包背面 还有两个连接件 一个是用来挂在肩甲的 另一个是用来 直接卡在手臂上 就可以的了 但是说句实在话 我总买了这个挂带方式 看着有点怪怪的 盾牌下短呢 还安装了一个榴弹炮 同时也可以挂在 光束步枪上 盾牌内部 还安装了两个 光束战斧的握柄 可以插上这一次 提供的两种样式的 光束特要件 同时啊 战斧的尾端呢 还可以通过连接 实现双刃样式 那么这一款 西安卓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已经差不多 全部卡完了 剩下时间 就是今天的 学生简易 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 这一期的学生简易 那么本资呢 拿出来的就是这一次 高高翻模再版的 MG卡版西安卓了 这个风味啊 真的是挺好看的 但是模型做出来 确实不是那么回事 毕竟嘛 如果说最后 要是有一个水贴的话呢 我可能效果呢 会做得更好一些 对于卡版的说明书 说句实在话 确实挺好看的 里边这样的封面 以及一些什么 其他的机体设计 这件我们就不去细看了 到时候各位买的时候 也能看到 那么我们简单的 说一次这一次的 高高的一些 简单的问题 其实真的不算太多 问题也都比较好解决 那么首先呢 就是针对于 这个驾驶舱的这个位置 K26后面的卡榫呢 我建议各位 给它稍微的削掉一层 不对 斜着斜 给它斜出个尖来 之后呢 插上去上点胶水 不然这个地方是挺硬的 然后K16和K17这里呢 给它稍微的削掉一些 再来呢 就这个A21 以及这个A20 这两个黑色零件 我建议各位 就是优先把这个贴纸贴完 贴完之后呢 直接给它粘在这里就好了 这两个地方容易弹出来 它的精度 还是稍微有些问题的 那么前面啊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这里边再说一下 这个A17 以及这个A18 这两个领口这个部分 也建议各位 稍微的给它粘上一下吧 我那个在活动的时候 稍微有些松 然后头部 其实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L29这个部分 这个零件 说句实在话 当时我是扩了一下子 没扩明白 最后啊 我个人建议 找一个比较 就像这样的 手术里边啊 也不是手术里 就是比较厚一点的镊子 也不用特别尖的 之后呢 你把这个L29 放在这里之后 拿镊子一点点 把两侧一点点 给它插进去 给它怼进去 用点劲就可以了 然后D10这个天线 给它粘一下 那么再来呢 这里边的A7和A19 建议各位 稍微得给扩一下 之后呢 装完装上去以后 再上的胶水 那么手臂部分 还有啊 这个部分一定要看好方向 千万千万要看好方向 不然啊 你要是装反了 这两个C口 是根本是不匹配的 我当时是装反了 反正已经断了一个了 然后手臂这边呢 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挺简单的 那么再来呢 就是肩甲部分 肩甲的这个F10和F11 我建议啊 给它粘上一些 不然由于掉 很松 然后这里边呢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这个壮钉啊 一定要看好 里边这个方向 还有那个卡榫的方向 不然呢 很难是插进去的 腿部呢 也就是在这个N20 这个地方 其实是比较难插 有点紧 稍微用的劲 然后这个N13 也要稍微的快一下孔 其实这边的孔位不多 嗯 还是稍微试着劲吧 那么其他部分 就是正常脾气 然后G3这个领线呢 我建议给它粘上 再来 就是N6和N7 这个地方 其他的部分都还好 那么 其他的啊 这个腿部呢 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说实在话 这一次组合度啊 确实还算是 高高里边就好一点的 差不多 接近了一个大巴顿水准 那么主体部分的问题啊 就这些了 背包呢 和胯部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组合度也都挺好 然后步枪部分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正常平均性 那么再来啊 就是盾牌部分了 这个贴纸啊 嗯 如果说真的是要贴贴纸的话呢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方向 以及这些贴纸的编号 不然呢 是比较难贴的 然后 这个部分 这个L13呢 有点紧 建议各位 稍微的给他 你施点劲吧 就这个地方也别扩了 就稍微施点劲就好了 不然他容易松 然后啊 这个地方我还真忘介绍了 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放枪的 这个地方我忘了 不好意思 那么武器部分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 也就是这个光束战斧了 光束战斧的这个部分啊 其实呢 它是容易断的 我这里呢 给各位简单的支个招 我呢 因为已经是断完了 各位可以看到 呃 我这个呢 已经是这个零件 断成这样的 我教各位一招 就是在这个部分 你可以用一个手钻 之后呢 你找到一个 呃 合适的铁丝 我们给他 打孔 插进去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 很好的固定的效果 就是说 你一个胶水都不用 你就这么一下的 打一个孔 你买一把手钻 便宜一点的都可以 之后呢 就可以了 这个铁丝啊 其实呢 我相信各位 在制作模型做成的 肯定有 就无论是什么模型 我这个拿的 就是强袭勾搭的 那个呃 空装强袭 里边的那个软铁丝 就用这个铁丝 这个粗细啊 就完全够用 或者说你整个细点的也行 但是细点 它摆成力度 有点不太够 就这样的铁丝就行了 这个铁丝 我还能用铁丝上时间 然后蓄雷那个铁丝 我还有 所以说呢 铁丝这个东西啊 都可以用 这个呢 也就是所谓的 呃 打砖 这个呢 就很简单 就这一个 你要是剁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其他的零件 如果要是剁了的话呢 各位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 比较有效 而且啊 要比胶水去沾 比较有效 嗯 这个效果 其实还不错的 那么修学建议啊 差不多呢 就是这些了 最后呢 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 小小的总结 那么好了 本期和各位简单分享的 高高饭包菜板的 MG新安卓呢 差不多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因为本体呢 没有什么特殊的展开机构 所以说本期视频呢 会稍微有些短 呃 差不多 也就是这些 综合素质表现来说呢 这次我个人认为 模型还可以 但是这个128的价格 如果说能再便宜一点 我个人呢 感觉还是比较香的 就是差不多 卷后90多 或者80多 嗯 这个价格就算是能打的了 唯一的问题啊 也就是这一次 高高的外甲材质了 如果说不做任何的处理的话呢 确实啊 单独看着速度情况 还是不太好的 所以还是建议感兴趣的朋友啊 最差最差 也要给他配一张水贴 不然呢 这个外甲真的不太好看 然后或者喷个消光了 或者说 做一些其他的处理了 我个人认为 也都是非常好的 至于那个所谓的 350块钱的 只人一改件 我个人认为 整他那样的是太贵了 我就真的是不买了 虽然说之前已经做过了 但是让我200多给卖了 不买的 我是肯定不买的 太贵了 实在是太贵了 350块还能买 能买一个One Night的MG新安卓了 真的不值啊 整体的速度 这次的新安卓 还是稍微有些偏紧的 但是啊 我个人认为 还在我能接受的方案之内 至于值不值得买啊 那就看各位自行选择了 那么好了 本期的CGO模玩分享 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是CGO 我们下期见